蓝博基尼的SUV 车友们 小编还真不是在这里搞笑 这个一向以对抗法拉利为主的世界级超跑 如今也玩起了创新突破 那头牛站起来了 会不会更有劲呢 有好事的朋友说 这款SUV还比不过 G-Brand Cherokee Trackhawk 那么事实究竟是怎样的呢 这款蓝博基尼SUV秘密为YURES 目前官方指导价是313万 这个价格倒是承袭了蓝博基尼 一如既往的豪车价 目前Chirake的价格还没有出来 但是据G-B往的定价风格 应该在100多万就可以拿下 价格比YURES要便宜 两车外观上区别也是很大的 YURES虽然站起来了 但是看起来依旧有跑车的影子 YURES和Chirake都采用了LED大灯 但YURES的下保险缸是镂空的 Chirake的保险杠出是蜂窝网状结构 侧面看的话 YURES底盘也会比Chirake高一大截 随时都有一种叙事待发的气势 看来依然改不了其争强好斗的性格 而Chirake则显得传统很多 内饰方面 两车风格各异 但是又不相上下 Chirake是夸张的红黑组合内饰 但是做工用量没有YURES那么好 YURES则低调的选择霸气黑 而且方向盘车顶等地方都进行了特殊包裹 时刻透露出豪华的光芒 YURES中控也是挺颠覆视觉的 居然采用的是全新保时捷卡列的中控造型 可见公牛的攻击性挺强的 而Chirake虽然没有那么阔绰 但是中控内容也是相当丰富 当然整个内饰风格的话 YURES要年轻得多 而Chirake倒显得中庸 动力性能上 YURES是4.0T的发动机 最大功率478马力 峰值扭矩850牛米 Chirake搭载的是6.3T发动机 最大功率527马力 峰值扭矩875牛米 从这两个发动机数据上显示 动力都相当充沛 完全就在伯仲之间 很难分出谁输谁赢 综合来看 YURES走的依然是富人土豪路线 毕竟313万价格不低 而Chirake的价格则亲民的多 毕竟两款SUV给人的原始印象不同 注定了客群就不同